在明年 我们的65岁的底下的这一些呢 前辈们就会有766万人口这么多 老人这个福利工作 老门已经做了30年 我们希望再做一个更灿烂 美丽的30年 政府在过去几年当中 也对长照 对老人高典化的社会的影子也好 他其实很努力在少子化的努力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刚刚做部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那个高龄化的社会 那我当政委之后 就马上要面对这个超高龄的社会 你看我不是这么过的 所以你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是从高龄社会 步到超高龄社会是超快的 我们应该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 第三人生的这个五步区 未来呢 的确在健康论坛里边 首位长照3.0时上即将启动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长者可以安居 安居以后 其实其他的事情就非常好解决 熊成功 七七青春 很懂 是 八十大的 人 磨磨磨事 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 自、人、有、三個字 自就是不要讓自己的頭腦空空 人就是把自己的身體養好 油就是腳一定要健康 退休後所謂的經濟安全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要去重視的一個問題 這個圖大概蠻多人看過 你要有好的幸福感 然後生活要有自主性 那你的失能程度不能太高 你的生活、身體的功力 不能是很嚴重的 長者大概每一位身上 大概至少都一到兩張的寶貸 然後真的換算 那個寶貸背後相當的現金價值 可能都超過三四百萬以上 所以其實這次長者就是被盯上 變成是炸電標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在社區去檢視學習 其實你可以收穫很多 像我退休後就一直在學習 學習到最後 我竟然意外展開這個寶貸人生 我變成樂靈講師了 一個人能退休到廟裡 山豬箱拿起來 要說什麼呢 郭畢菇畫畫畫圖比較久 不然你媽媽不得了 你會變鼻子 什麼都不知道 來啊 未來這個如果我們用65歲退休 國民平均餘命到81歲左右 我們還有這麼長的第三人生 我們要來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醫療的體系也全力的把老人照顧好 讓他不要失能 這個在國家也有很多 這幾年有很多政策在做這個 讓失能者減少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長者 都能夠安居 都能夠安心 同時有很好的家庭生活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呢 就是身心障礙有權力保障法 兒童有兒童的福利 以權益保障法 我們的高齡者實際上好早以前了 就已經能夠設定一個老人福利法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呢 讓我們在高齡者這個議題上面 也考慮到他們的權益的保障 第三人生在